风白里觉得 自己遇到了知音 喜忧参半 隐隐落下了泪水 陆禅还没说话 四秧突然出声道 你有苍穹浮动图 又有九剑飞红阵 如果我所料不差 你应师成 五眼陈牧先尊一脉吧 陈牧先尊 陈晨五风云消乱 同时一争 心中震惊大呼 风白里没有惊讶 苦涩一笑道 你是雪阳宫的人 我早就应该知道 你来历非浅 没错 陈牧先尊 风诸玉老人 正是家师 果然 陈晨定中尘埃落定 眼中直冒金光暗存 怪不得风白里 有此腹朽树炼制出来的重宝 我靠 五风云和消乱 则是齐声抱了句粗口 心惊啊 风白里的来头不小 先尊 先尊啊 陈牧老仙 风诸玉 比起四羊来 风白里也不差呀 浓云所空 无限苍鸣的虚无沦涟 涅槃空间某处 云雾身所内 凭空浮动着四把 赤蓝 绿银 灵巧的仙剑 四柄仙剑 未达中品高节 些许损毁的地方 在吕金川云针修补之法的修缮之下 散发着淡淡的青灰色 仔细看去 就会在剑身的某几个部件 发现一块又一块 形状各异 并且较小的带着符纹的五侧彩石 潜入其中 风白里 你的灵根多目 而无法达到强横的攻势 原因在于 盖罗九剑的剑阵的钢气 原本就威猛 只是你无法发挥出来 所以我用六枚五彩石符 将五行先元粒融木化金 弥补了之前的缺陷 此法虽然可以达到 风老前辈所不能 但不会长久 也就是说 此剑的品阶已然固定 并且随着使用次数逐渐增多 会产生一些无法修补的损坏 日后 你若还想使用盖罗九剑的 飞红阵法 就要另找他路了 风白里 此时算是跟陆臣结成了盟友 尽管还在几人的监督之下 没能获取最大限度的信任 陆臣还是以实意 替他修补了盖罗九剑 修补的方法 正是吕金川云针 和石符烧茧之法 虽然盖罗九剑已经定了刑 无法再行修缮 但是 风白里此时此刻 还是显得无比的兴奋 盖罗九剑确实是陈牧先尊 风诸玉风老所创 根据风白里体内灵根的特殊情况 有些问题无法解决 却被陆臣举手之间化解 风白里当然不会因为法宝的特殊性 改变而气馁 换句话来说 风白里根本不担心 毕竟他现在是八级真仙 真要是达到了大罗金仙的地步 随着阵法和大道的领悟 又岂会局限在使用几柄小小的中品法宝上 不错了 风白里强也似的把盖罗四剑拿了回来 兴奋的把玩着 并换出另外五柄仙剑结合在一起 举手间布下了飞红阵法 九剑围着一圈 以九弓之术 暗则苍穹奥里密布成局 剑身清晚 荧光乍现 时而有着剑轮辉药 举花升天 莫说陆臣对阵法有一定的了解 就算对阵道毫无半点知晓的消乱 都感觉到一股霸道威猛 拼逆天下的恐怖剑气 在周身回荡了起来 刹那间的变化 让几人仿佛进入了另一片虚无的天地 周延复始的沙漠空地之海 便是有着九剑当空 犹如九至天轮与日争辉 每一柄剑便是一个阵门 天地随着九剑轮转 时而春换秋更 下始冬出 天地间景象 随着风白里的念动 不住的变幻生生不息 幻 杀 变 离 生 灭 天落飞红 不愧为九剑飞红阵 四央在阵道上 虽然不及真正的阵法大师 但是几百年的经历和裁略 让他只看了一眼便发现了 九剑飞红阵的六大根本 很难想象啊 陈牧先尊一脉将是无数 怎么会收了一个指挥阵法 不会炼气的弟子 五风云嘖嘖撑起地说道 脸上飞扬着兴奋的神采 陆尘尴尬地咳了两声 冲着五风云直甩眼神 这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吗 是个人就会明白 拜在陈牧门下 老先尊岂会找个不同炼气的人 想必里面有很多曲折 封百里瞧出陆尘的意思 当下也不顾被人嘲笑 脸色凄苦地说道 没什么了 五大哥说的对 是百里辜负了师尊的期望 哦 见封百里毫不避讳 无空童子消乱来了兴趣 问道 怎么回事 都是自家人了 可以说说吗 封百里点了点头 前因后果一并讲出来 立马叫在场的几人恍然大悟 原来封百里的本命灵根是熟火的 是千百年来难得一遇的炼气奇才 只不过这小子 打小被封珠玉带上了山 经过几次喜经伐随之后 突然间灵根大变 变成了四目一土 陈牧先尊也不知道其中的原因为何 经过一番查解 最后方才明白 原来这小子打下的时候 根本不老实 偷偷地上了陈牧山后禁地 将一株百万年的 朱玉之根当成人参给嚼了 之后大病一场 老爷子耗损了八百年的修为 将这关门弟子打鬼门关 拉了回来 结果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外火不复 内火化木 所以我就这样了 风白里提起往事 大为懊悔 四央文庭恍然 不懈吃笑道 风朱玉老东西是旧由自取 朱玉树百年为木 八百年为桥 桥根生机 岂是区区一介繁复能够承受 他不把这件事告诉你 并且看管不善 惹了麻烦 根本怨不到你的头上 要是我 怎么会放在陈牧山昆身里啊 活该 也不知道是不齿风朱玉的行径 还是觉得事情的原委就不值得令人惋惜 四央冷冷的说讲出来 的确没了几分人情 不过 风白里没有为自己的恩师赴辟正责 反倒坦然一笑道 仙子说的没错 为这件事 十尊老人家的确懊悔了很久 白里还以为自己真的贪玩 最后方才知道 朱玉之根 玉灵修吸引之 有如祸根 蝉毒 无可避免 唉 这就是命啊 朱玉根能吸引灵修之人 尤其是修真中人 灵根之火最为强横的存在 自生来就有一种征服的本能 这才使得靠近了昆生牙的风白里 陡遭逆天改运一例 那你又怎么修得如此高深的阵法 五风云有些不解了 就算是天才 也没有这般妖孽吧 天赋灵根 火之灵秀就算了 按上股灵财 毁了灵根 还能一路通天的 修到这样绝世的镇法奥礼 这次强的没边了 苍穹浮动图 封白里还没解释 又是四央洞悉天机般的说道 封白里微微吃惊的点了点头 对四央抱以极为敬佩的目光看见 硬道 嗯 没错 家师惋惜封白里的火之灵妇 故而让白里在门内 中宝阁选一项喜欢的宝典修炼 而白里在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了苍穹浮动图 不沉不解地问道 诶 何为苍穹浮动图 四央笑道 哼 他是赛翁师马 焉知非福 苍穹周天九万八千七百 镇道庙里天机 乃是封诸玉昔日 以腹朽无心术 垫织出一柄绝宝刃 从清军五帝手里换来的 北兴天圣秘局的总纲 其中镇法天机多则无数 镇道变化也是层出不穷 仙界历史上 还从来没有人参悟过 全部的苍穹浮动图了 说这些也许你们不了解 但你们应该知道 盘兴殿吧 盘兴的殿 近百上古仙术 就是从苍穹浮动图中 领悟出来后 自创的一脉天机密法 众人果然听得一头雾水 而当四央提到 盘兴殿三个字后 方才恍然大悟 暗叹风白里的运气 好到了极点了 盘兴殿 位于乱仙界内 盘兴福天圣殿 本门上古仙术 全都是结合天地星辰的变化 推演而来 由于盘兴密法 为五星灵根修饰皆可修行 其门内弟子多达数十万人 乃至百万 陆尘现在掌握的飞兴殿 就是出现盘兴殿的 其中一门上古仙术 不过也有好处的 悲伤过后 风白里一改之前的伤感 露出天真本色 言道 我现在已经掌握了五分之一的 苍穹浮动图阵法 会使用阵法达近两万余种 就是始祖妖形阵 都比妖界的来得详细呢 而且随着阵法推演 还能演变出新的阵法 九剑飞红阵 就是我会的一种特别厉害的阵法 风白里得意的说着 并没有失去应有的天赋而寒心 相反 他更加喜欢阵法多于气道 唉 这就是命 陆尘拍了拍身上的尘土 站了起来 沉声道 不要王子飞薄 天下诸道 修得一种便可达成仙之王 只要走得对了 就温馨无愧 好了 大家不要说了 庞刚和五兄已经恢复完毕 我们该会会亲王于首了 听着陆尘的话 萧乱皱着眉头问道 不如拿出些蛮物丹 叫这小子先提升些修为 再闯如何 萧乱是真的担心啊 就算有陆尘修复的盖罗九剑 以风白里的修为 他也没多大信心 而一旦功亏一篑 怕是后患无穷 没有时间了 陆尘挪着嘴 朝着城门方向望了一望 阵阵让大地都为之轰动的脚步声 震慑着十足妖形阵 开始剧烈的晃动了起来 这是外围大阵被突破的迹象 熟知天地阵法庙里的风白里 当下断言道 九九八十一门的十足妖形阵 一旦被冲破四十二门 超过半数 大阵的变换能力就会降低很多 致使生死二门自行崩溃 之后大阵的妖力会减弱 直到 找到终身殿所在 而这个时间已经不短了 消乱无风云虽然不懂阵法 却也能听出风白里言语中的意思 可惜了这些宝物了 风白里有些不舍得看了看 还有过半的祭物堆 他来之前就看到了 靠近大门左右的祭物堆 有被人掳掠的迹象 城内只有陆尘几个人 肯定是他们所为 风白里不由暗怪自己 闲得没事跟哲持几个混蛋 扯什么闲蛋啊 早点过来加入陆尘几人的小队 也许还能分上一些 他知道 之前陆尘几人得到的宝物 肯定不在少数 而基于小队中的规矩 后加入的自己肯定是没份的 那就快点吧 先说好 上面如果还有东西 是不是还有我一份啊 风白里哭丧着脸 就像丢了媳妇一样 陆尘忍不住发笑道 只要你不拖后腿 让我们看到你的价值 会论功行赏的 身为同盟 自然要讲究公平二字 谁出力多 谁就有先选宝物的资格 而这个资格 是由大家坐在一起 来任选出来的 非是一个人能够决定的事 风白里虽然不在乎那点宝贝 但这意味着是自己靠自己的实力赠来的 象征着荣誉 不可能不用心 虽然有盖罗九剑 但我五行缺金 攻势不足 很难抵挡千名人鱼的攻势 我需要他来帮我 风白里也不客气 抬手一指闷声不语的庞刚说道 陆尘马上点头 可以 之前少个人必须由萧乱来当诱饵 现在有了你 人数足够了 萧乱 你就跟我们上来 让庞刚在下面帮助白里 好嘞 萧乱兴奋劲就别提了 心中大有被释放的感觉 爷们终于不是垫底当诱饵的一个了 飞红落影 沿着城墙根徐徐前进 穿过浓浓的十足利清雾的封锁 千名人鱼大镇 终于再次威势凛然的出现在一行六人的面前 有了之前的计划 不需要陆尘指挥这次攀登祭坛的行动 风白里自行运转起九转飞红大镇来 庞刚 跟我盖罗九剑 我主阵眼 你主死门 苍穹浮动图 荧光当空 如同甘霖状的星目斑斑点点的 从一宝苍穹浮动图上 倾洒而下 周天星云汇聚 眨眼间将那深深的迷雾长空 驱逐出百米开外 露出星月朗朗暗幕乾坤 九剑同时发出一声尖笑 周遭方圆千米之内 划成九大巨剑 赤白金青蓝紫黑成灰 九色仙剑 分外明彻的风力 空中都充斥着一股刺鼻的铁灰的味道 正是凌厉的剑芒积蓄而成 庞刚跟着赤剑踏入死门 双手记起先决 先刚照体 仿如诸式战神一步踏出众如山月 一时间内城地动山摇 升为震天 风白里轻车熟路的站在九剑飞红大阵中央 盘膝浮空而坐 灵巧的白剑柱镇之中枢 神念一动 元神突然从头顶飞出 钻进白剑中 白剑突然活了起来 阴晕着阵阵白气 漂浮似一朵白云 东西北 东南 西南 西北 东北 八大主尉同时自剑身上 射出一缕药木的光辉 与主阵白剑达成了联系 就好像八条彩虹在风白里的头顶聚集 看阵势 风白里在中央 旁刚在其正前方六百六十米开外站定 大阵落成之际 便是有着数以千计的剑光 幻影呼啸升空 飞到半空之际 重剑发出夺目剑芒 却见风白里驱直一点 所有剑芒成半圆形展开 覆盖了近三百余米的地带 剑锋斜指人鱼大阵 爆笑而去 刷 疾风骤雨般的剑芒 比碎星流石血针剑芒阵 墙上不知多少倍 万剑归心似的 顿时将半边天空都阻隔在摇摇天际之外 扑扑扑的一阵响 稠密的剑芒之鱼落在数以百计的人鱼群中 历时引起了巨大的恐慌 那些没有灵智的蛮兽 一个个惊骇莫名 很快又重新整合起来阵势 发现了前方九彩迷雾中两道人影 皆是怒不可遏 两只巨大的人鱼王站起来足足有三四丈高 巨大的银叉形同玩具似的在他们手中疯狂的舞动着 并且传出阵阵令陆臣等人无法听懂的语言 几声咆哮过后 千名人鱼同时奔跑着朝着庞刚和封百里杀去 九剑飞鸿由封百里自创 镇中九弓奥里暗含 使其主管生杀大权 九弓一行幻影心随念动 死门无处不在 庞刚一连接下五只人鱼的围攻 压力瞬间倍增 金光掌势挥舞到极致 也不能抵挡五只一级魂天兽的攻势 可就在这时 众人的耳畔同时响起 风白里微带稚嫩的低贺 万华居顶 记